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经历黑色星期一 三大指数暴设1.2-1.3收市 创1987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急错近3000点 联储局再度紧急减息 一离降至零息 并重启多达7000亿美元的良宽计划 未能稳定市场信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断扩散 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经济可能正步入衰退 触发市场再度恐慌性抛售 标准普2500指数开市信息大跌超过7% 触发熔断机制 美股暂停交易15分钟 是近两星期以来第三次熔断 特朗普有关经济衰退的言论 导致美股跌幅更显著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美股低见20116点 急错3069点 收市报20188点 跌2997点 跌幅近1乘3 标普500指数收报2386点 跌324点 跌幅1乘2 创2018年12月新低 纳斯特克指数收报6904点 跌970点 跌幅1乘2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L显著下初 汇控之后被本港收市跌0.18 中移动跌3.13 中联通跌4.67 中人秀跌3.85 中海油跌6.03 中石化跌4.5 中石油跌3.24 再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显著下初 跌幅4%至8% 全球央行大幅放宽货币政策 未能稳定市场情绪 投资者持续忧虑疫情 严重拖垮经济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5151点跌215点 泛南克福德指数 收市报8746点跌485点 巴黎克指数 收市报3881点跌236点 再看看油价 国际油价急错 并且跌穿30美元关口 市场忧虑疫情蔓延 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并且预期油市可能出现 8-13亿桶的供应过剩 纽日其油每桶报28.7美元 跌3.03美元 伦敦布兰特其油每桶报30.05美元 跌3.8美元 再看看金价 金价一度跌穿每盐1500美元水平 跌至1450美元 是今年以来首次失手1500美元关口 金价跌穿200天移动平均线 至于其他贵金属也下挫 美国不足两个星期内 两次紧急减息 未能消除市场对疫情的忧虑 投资者抛售贵金属套现 又分析形容现时情况和金融危机时期类似 当时金价和股市持续数个月 徘徊在相当低水平 纽约期间每盎司报1486.5美元 跌30.1美元 再看美元汇价 避险货币日元汇价急升 美国联储局将利率降至0水平 兼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 但投资者持续忧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 资金持续流出高风险资金 美元对日元下市105水平 曾低见105.16美元 美元指数在98水平失而复得 一度跌至97.446 跌幅有1.3% 其后回顺至最高的98.467 跌幅收窄至0.03% 欧元对美元一度升穿1.12 高见1.1236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在七算水平上落 曾高见7.0 299 现时培回在7.01附近 看最新美元匯价 港元7.7698 日元106.94 欧元1.1164 英镑1.2233 瑞士法郎0.9489 家元1.3982 澳元0.6124 樓元0.608 再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8厘 30年期债券报1.39厘 这段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3375点升38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9302点升75点 大市成交暂时124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月长文这一刻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抹价1507.25美元 卖出价1508.25美元 现货白银抹价12.9685美元 买出价13.0264美元 以上资讯 要从Money Hunter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